玉里赤柯山复理乡60时山的金江花海在暑假期间绽放 遍地黄花吸引大量的游客潮盛 而两大高山金针产地活动时间是定在8月12号起一直到10月10号 玉里警分局为了避免车潮造成交通拥塞 经过和相关单位讨论及卸地勘察 规划了相关的交通疏导计划 玉里赤柯山复理乡60时山 胜场金针 暑假期间花海绽放 遍地的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潮盛 而两大高山金针产地活动时间定在8月12到10月10号 玉里分局为了要避免车潮造成交通拥塞 经于相关单位讨论以及现地的勘察 规划相关的交通疏导计划 112年金针花季即将开始 本次执行时间自8月12号至10月10号总共60天 60时山管制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 四哥山由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 而因为受到918地震影响 因此本次上山路线 60时山由竹田路段原路上下山 四哥山由竹林路段上山 一分局第四组的组长陈伟杰表示 因为受到去年918的地震以及之前台风影响 前往60时山赏花的民众路线踩单线双向 轮放通行的方式 并且也设置管制点进行上下山的管制 并且依时段从原四哥山产业道路下山 也请各位游客下山时请务必打低速打 避免刹车过热造成车辆失控发生事故 本分局也进驻各位游客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分局也特别提醒60时山以及四哥山下道路 因为道路陡峭 为了避免意外的事故发生 游客驾驶车辆请务必以低速挡来行驶 以免过度踩踏刹车 导致刹车过热失灵 行前要确实地检查车辆基建性能是否正常 高高兴兴地出门 也要快乐地平安回家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